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的功德一共有八种 我们前面从学习宝莲花座 然后到佛的生意庄严 阿弥陀佛报身的庄严 然后到口业庄严 阿弥陀佛他的音声 具足了不可思议的妙好功德 他的妙声遍布法界 闻声者能够得悟无声法人 那么口业功德之后呢 第四个呢是心业功德 那么心业功德里面 主要谈的是阿弥陀佛他平等的五分别性 平等五分别性呢 那他作为反复众生呢 很难去体会佛的平等性 不分别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所以呢 阿弥陀佛他在这里用 地 水 火 分 空 这五种来比喻佛的心业功德 那心业功德学习结束以后呢 第五个是学习大众的功德 结人不动众 清净至海深 大众的功德这个主要呢 这是我们上次的讲座所学习的内容 谈到佛坐下的大众弟子 阿弥陀佛他在因地 他考察其他佛所主持的世界的时候 看到有些佛 他说法的坐下 由于众生的更性欲 就是善根 种性和好要 有各种各样的千差万别 所以呢 对于佛的智慧呢 这种理解上面 接受上面 接触佛法寻求的目标上面 都是有差异的 那么台伦大师这里谈 根性欲 善根它是有生有浅的 有些人呢 非常容易接受佛陀的教化 容易接受佛法的智慧 有些人呢 就非常难 这个就像你拿那个水 浇土壤 和拿那个水浇石头 这个差别就有这么大 这个善根的不同 那么对于佛法的接受程度呢 是差别很大的 性呢 这个是众生的根性 种性 种性呢 有些是心量广大的 能够慈悲极悟 自己要解脱 以悲心厚重 希望与他有缘的众生 无缘的众生 都能够出离三界 能够永迫轮回 能够行菩萨道 成就佛道 这是大乘的根性 有些呢 这个心量比较小的 那么他尊求自身的解脱 虽然说 他对于三界这种夜离 对于人生的夜离 各种各样的苦行 等等修学也非常努力 但是呢 让他发起广度 广度其他众生的心 接纳其他众生的心 让他发起与众生一起处理求解脱的心呢 这种大心他是发不起来的 所以这种种性差别是非常大 那么还有欲 欲是谈好要 这个好要呢 就是学佛到底要目的是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我们在跟这些不同的同修接触过程中 可能大家就会感受非常深刻 有些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启任非常深刻 对于自身的烦恼的反省 反观 对于自己的认知也很深刻 对于自己的剖析也很深刻 所以呢 他是一心要出离 要求解脱的 然后他反观 以自身的力量 要断尽烦恼 出离三界 永托轮回 基本上在这个时代啊 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呢 他发愿求生净土 一心以意求生净土 一心以意在生活中 大白老修集各种各样的善业 这是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时代啊 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批 一批学佛的弟子们 但是有些我们也会发现 学佛呢 他是以自身的力量求解脱 那他对于净土法门呢 这个呢 他是信不起来的 你让他去发愿求生佛的净土 这个对他来说 嗯 这种意理上呢 他是没办法通达 所以呢 他希望以自身的力量去解脱 那么希望生生世世能够学佛 能够文法 能够持戒修静 能够修集三学智慧 以这样的形式呢 能够求解脱 这个也不错 也不错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在人命的生命的浓会中 啊 由于我们人的生命太短暂了 所以他这个修学呢 靠自身力量过于漫长了 佛道过于久远啊 那么很多了 中途就退心了 那么还有些呢 那在学佛过程中呢 他是自求人间福报的 啊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呢 有这样的学佛人还不少 那希望来生能够更加的富贵 有地位 有声望 受人尊重 希望来生啊 能够在人间啊 能够学佛 但是 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 菩萨都有和音之谜了 啊 罗汉都有住台之轰 啊 在此来到人间 到底能不能遇到佛法 能不能认真的去凶悉佛法 持续的去修集功德 这个都很难说 那特别是他的目标 是人间福报的话 那么在 啊 学佛过程中呢 他可能会累积很大的福报 啊 可能会累积很大的福报 但是 福报大了 有时候呢 造业也容易 那所以这就是 我们看到 佛菩萨一直强调的 千万不要被第三世冤所耽搁 好 这个就是谈这个众生的更性欲 这是谈他的欲要 他就学会目标道的一些什么 那由于有这样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浩药 根性和种性和善根等等 所以呢 这在谈了大师这里呢 他就看 就是感觉这个 这些佛做下的弟子啊 这些佛做下的弟子啊 不是这样的成敬 不是重不成敬 重不成敬呢 就是主要说明这些根性归样 善根归样 好样归样 所以呢 阿弥陀佛发愿 在极乐世界所有的反复众生 千人众生 那么到极乐世界以后呢 都能够从佛的智慧清净海里别化身出来 从佛的清净智慧海里别化身 那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呢 又很难去理解佛的智慧清净海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阿弥陀佛和他用一个具象化的清净的大宝 莲花 正觉的莲花这样一个形象来表达他的智慧 他的清净 让我们从莲花化身以后呢 每个众生都具有大乘的菩萨根性 永不退转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根性呢 都崇敬了 都崇敬了 所以这里用千人不动众 就是永不退转 行菩萨道 直至成佛 那么清净智海身 都是从阿弥陀佛的清净智 具足一切智慧的大宝莲花里面说化身的 这是极乐世界的大宝 然后再紧接着呢 谈如须弥塞王圣庙读过者 这是我们上一次所学习的另外一首祭诵 谈的是阿弥陀佛发愿要成就上手的功德 成就上手的功德呢 这个是谈他发愿要成就他弟子的功德 你看这个阿弥陀佛发愿不仅仅自己要成就自己的功德 也要成就极乐世界一切一报庄严的功德 甚至呢 坐下的弟子是什么样的功德 具足什么样的威德神通力啊等等呢 他都已经想好了 那么他这个在阴帝发愿的时候看到有些佛座下的弟子啊 有些这个是非常的不如意 像这个齐佛达多这一类 这个是在佛的弟子中间呢 这是逆流啊 就是啊 我们一般在世俗中间呢 对一些非常不孝的子女啊 叫他逆子啊 那么在这个佛弟子当中呢 提佛达多呢 也属于逆子这一类啊 就是犯了五逆正罪的 那么提佛达多处处与佛作对 那其实在最初呢 他也是佛的上手弟子之一啊 啊 也是非常的优秀 相貌非常的庄严 但是十多年的修学没有任何的进步之后呢 心里边慢慢的丧失了政界 心里边慢慢的不平衡啊 啊 所以呢 希望呢 以神通来辜负啊 说是太子呢 然后要去佛而代之 所以呢 做了很多啊 很多 在生团中间的不如意识 那么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些呢 是阿弥陀佛在印第看到啊 这个有些国王啊 像波斯尼嘛 甚至呢 折服于佛的智慧啊 就提出啊 要与佛并治他的国家 共同治理他的国家 但是呢 这是属于政治上的考量 也就是要佛来帮忙他来治理国家 跟他平分千下 但是呢 从心底上到底对佛的恭敬程度如何呢 这个是很难去说的 那么另外一个还有呢 像谈到啊 这个有请佛以他缘制忘 就是被佛所干扰心性啊 然后呢 他这个请了佛去应供 去三个月的节下 但是呢 他把这回事 这事呢 都忘记了 然后呢 就导致了佛呢 使用了三个月的马昧之报 像这些呢 卡雷大师总结 说这好像都是由于上手弟子办事不利 也由于弟子中间呢 对佛有二心 不胜恭敬 所以呢 才会想到要与佛平起并坐 比如其佛大多 那么由此 阿弥陀佛法院呢 在他成就的极乐世界呢 没有俗王 自有法王 极乐世界是一个法的世界 不是政治的世界 那么大家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修学 在一起参访 到处去文法等等 唯一的目的呢 是要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 所以呢 他以如须弥三王圣妙五过者呢 雷发愿要成就他的上手弟子 功德如须弥三 唯唯不动啊 不动如须弥三 定力啊 智慧啊 神通啊 等等 他的一切德能 一切力量 都是非常圣妙 没有其他的佛的上手弟子 可以超越 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所成就的上手弟子 是谁呢 观影菩萨 大师之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这样的大菩萨 好 这是我们上次所学习的大奇论 好 我们今天看主功德成就 好 这个在今后我们的第七十四页 好 我们看千清菩萨的论文是 千人丈夫众 恭敬绕担养 好 这个是佛功德庄严里面的第七个 终于到了谈主功德 所以我们看前面这些一步一步的铺垫 有宝莲花座 然后到佛的生业 到土业 到心业 到大众 到上手弟子 然后到这里呢 才正是到了谈阿弥陀佛的主 阿弥陀佛他的功德 那么这个谈呢也很有意思 那个前面呢 是前面谈上手弟子的时候呢 如须弥三王圣要无过者 这是通过佛 发愿要成就他的上手弟子 上手弟子 他的功德智慧 他的神通德能等等 一切呢 像须弥三王一样 要超胜一切祝福的上手弟子 这是通过佛 佛来显示上手弟子的功德 而下面这个要显示阿弥陀佛的功德 又是通过千人丈夫众 恭敬绕斩养 通过他身边的 切道人道的众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以及这些大丈夫众 大丈夫众 这里谈的呢 就是不退转的菩萨 艰辛菩萨 他们都恒常地 永久地 恭敬地 围绕在阿弥陀佛的身边 像众心公乐一样 对阿弥陀佛这一切的教诲 都能够依教奋行 那这个呢 你看显示阿弥陀佛的功德呢 是通过伴或者是通过众 来显示主的功德 那么我们在佛法里边 特别是谈这个丈夫这两个字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谈大人这两个字 这个在儒家里面谈大人 谈君子之学大人之学 这个一般谈大人呢 那是相对于小人而谈的 所以呢大人这都是谈君子 就是君子品德的这一类人 在佛教里边谈大人呢 大人是什么呢 就是菩萨 八大人绝经 这是有菩萨为赐的 有菩萨这种得量的 有菩萨智慧的他们的觉悟 那这里丈夫众 丈夫众 那么丈夫众呢 你看我们一般世间 谈说这个人是个大丈夫 这是对于一个人的赞叹 或者谈这个人是女中丈夫 女中豪杰 是对女性的赞叹 就是她有这种大丈夫的担当 有大丈夫的智慧 有大丈夫的气量 和她的心量广大等等 那于其斯蒂诺里边谈说 佛教里边谈丈夫 那么有 因为她有七种功德 那这种七种功德呢 正好呢 是与极乐世界这些不退转的菩萨众 他们的功德能够相应 第二个谈丈夫是长寿久住 你看她 这里就是你自有菩萨 法身大是菩萨 那么她才会长寿久住啊 那极乐世界呢 我们到极乐佛土呢 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具足与阿弥陀佛一样的无量寿 一生成就佛道 这是第一个 所以谈一切都是以寿命为宰起的 以寿命为根本 没有寿命 一切免贪 那佛道的修学呢 也是如此 我们凡夫最大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呢 修学呢 我们知道是分段生死 分段生死 因为我们有烦恼 我们有无名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修学 这一切的生命结束 下一切生命能不能接续上菩提道的修学 这个可能性有 但是可能性不大 所以佛为什么一直说 失人生者 如大地土 得人生者 如掌上土 又告诉我们 反复在龙转过程中 龙转的业力 是我们多生多结 在生命转回过程中 我们的身口欲熟造作的 那么重的业力 哪一生会成熟 义熟果 哪一生会成熟 我们自己是没有把握的 所以生命轮转过程中 只要我们有分段生死 那么我们生命中所经受的各种各样的际遇 各种各样的业报 我们是无法控制的 所以作为菩萨的修学 他第一个谈长寿 那到极乐世界都是无量寿 那都是真正的丈夫 第二个呢 谈妙色端言 妙色端言就是他的位表很危暗 身体很好 色相很庄严 能够修清净犯恨 那所以你看修学也是这样 做世间的事情 你要做好医生 你要做好军人 你要做好老师 要有个好生气 佛道的修学也是如此 生气也要有一定的能够成在修道的能力 你要是一直要是冰烟烟烟的话 那有时候也是修行过程中 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所以对于这个身体 色相呢 我们不能过分地去折磨他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呢 也要给照顾他的时候 也要照顾他 因为我们通过身体的修学呢 能够让我们的佛道的 这种窄起 佛道的修学呢 才能够持续 才能够精进 第二个 第三个他无病少老 这个菩萨道的修学 你看他具足大丈夫 他没有病痛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 这种佛的大弟子中间 上手弟子中间 有存在不生病的 那存在不生病呢 就是说他生生世世 持菩萨三界 这是一个根本 不伤害其他的众生 那这种不伤害其他的众生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生业上的伤害 口业也是如此 没有语言上伤害他人 那么菩萨大丈夫呢 他能够不生病 并且少烦恼 少烦恼就是因为 他没有老害其他的众生 没有其他人生烦恼 所以他自己没有烦恼 那么第四个 非菩非女非伴则家 这个是谈他的身份呢 不是女仆依赖 女奴依赖 不是女性生 或者是女性的心态 不是伴则家 伴则家这个谈是皇门 或者是不能男的 或者说是男根不具 不完整的 这是这一类 就说明他生起了 这是很危暗 具足能够修学菩萨道的 这六根具足的 非常完整的 第五个谈智慧猛力 有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断烦恼 我们知道有定力呢 他是能够辅助烦恼 但是烦恼的根已就在 这下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 有些人在学佛过程中呢 他能够忍得住自己的脾气 能够慢慢地有了定力 或者说我强忍 我忍 我忍 但是有些人呢 他能够化解 他能够化解 他不仅能够忍得住 但是他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特别是当他人伤害自己的时候呢 他能够生起慈悲心 生起怜悯心 知道对方之所以伤害啊 讲这种语言啊 或者是嫉妒啊等等 都是由于他的烦恼中 那他愚痴啊 他无敏啊 这种对于他人的这种伤害啊 他人的诡谤等等 自然而然都能够化解 所以化解是智慧啊 那么菩萨他智慧满力 能够化解一切的未在的境遇 好的境遇 不好的境遇 化解一切的难道 真正把这种难道能够化解 化解以后呢 才能够真正处理三截了 那么第七个是发言微素 这个发言微素啊 讲什么呢 说话有人听 说话有人信 说话有人能够去做 这个其实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 我们都发现 我们有些人觉得是 自己说话说出去以后 没人听 没人信 自己让别人去做事 没人去做 这个都是由于我们自身 自身所及的过去事啊 多生多劫 苦业的修集 不够得能 所以讲话呢 力量不够 那么菩萨呢 他有这样的发言微素 他所说的一切呢 别人都能够去听 能够信服 能够去行持 那最后一个台 有大宗业 大宗业台什么呢 大宗业是台 他的家世 出生 出生 非常的高贵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些 出生这个地位高 这些大家族出生的 有些人呢 觉得大家族出生 也是烦了很多 但是至少有一点 我们是可以肯定 肯定是他的福报很大 那么有很多呢 大家族出生呢 他也是有着非常高的智慧 那我们看到菩萨 你看这五十二个位置的修学过程中 特别是到法神大师菩萨以后 他多生多劫地修习 他有些出生呢 自然修习呢 出生都是在大宗业之家 那么他的身份地位啊 都是很高的家族 那么他出生在这样的家族 然后呢 在四线 从这样的家族里面走出去 寻求解脱 去出家去修道 那么他所产生的社会的影响力 那对人心的撼动啊 那完全与一般普通的家族出生是不一样的 那么所以这里谈这个菩萨 谈这个丈夫 坚心菩萨大丈夫 那么阿弥陀佛身边呢 都是具足这七种功德的不退转的大菩萨 那么他们有这样不退转的功德 有这样殊胜的功德 但是依旧对于阿弥陀佛呢 升起很长的恭敬心 永远地围绕着他 中心公粤般的对着阿弥陀佛 这一切的元素都能够一教奉行 那这个呢是通过阿弥陀佛身边 这些大众的功德 来投出阿弥陀佛的功德 那你看这个前面呢是以主显伴 这里呢是以伴显主 好我们看谈了大师 诸文说 佛本何故其此庄严 借有佛如来 所有大众众中 一有不胜恭敬 如一比求 与释迦牟尼佛 若不与我解十四脉 我当更学余道 这里呢 塔利大师呢 就举出了原因 是为什么阿弥陀佛他发愿 他身边的这些千人大丈夫众 这些不退传的菩萨众 要具足这样的恭敬之心 很长的围绕在他的身边呢 是因为首先说看到 在有些佛的座下 虽然有大众 也有很多的弟子 但是呢 这些弟子中间呢 常常会出现 对于佛不恭敬的 这样的突出的个案 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 说有一个比丘 对着我们本师释迦师中说 你要是不为我解答 这个十四耐的问题啊 那么我不跟你学佛了 我要去学其他的教理了 我要去跟着其他的味道去学了 这就是威胁的语言了 那么至于这个十四耐这个问题呢 这个在佛教当中呢 佛说这是十四个无意义的问题 那么之所以说这是十四个无意义的问题呢 是因为这些问题 你要是从他的问题的本身来说 它是充满了哲理性的 充满了哲理性的 但是呢 佛说你要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去探讨下去啊 这一生你可能也找不到答案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答案找不到 学佛呢又耽搁了 最后呢 一事无成 所以佛把这一类呢 叫归类为十四耐 就是这是那个时期啊 这些未到修学呢 经常来刁烂的 问佛的十四个十四个问题 那么佛呢 一般都是沉默 不回答 当然其实你要佛回答呢 佛肯定没有问题 能够给你答案 但是佛觉得这个毫无意义 因为你会一直纠缠在这些问题当中 那么这些问题呢 那么这里十四呢 其实也其实啊 只是举了这四类 这四类呢 得理性的问题 第一个 到底是宇宙是很长的 还是无常的 这都是大问题了 到底是很长的 还是无常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那么一般它的讨论呢 分了四类 有些人说是很长的 有些人说是无常的 有些人说 既是很长也无常 有些人说是非常也非无常 那就是四类答案都有 那么这四类答案呢 它一直互相之间 都各有各的观点 各有各的证据 谁也说服不了谁 就一直这样争吵下去了 那么第二类呢 是宇宙到底是有边还是无边 那这个宇宙到底是有边还是无边 所以不是我们现在科学家 都探讨这个问题啊 佛世时期呢 你看这些其他的宗教呢 也都在探讨这些问题 那么当然也是有四类 那么有些认为是有边 有些人认为是无边 有些人说也有边也无边 有些人说是非有边非无边 那也有这四类 互相之间谁也不服其谁 那都各自有各自的弄政和弄举 那么还有第三类呢 说如来涅槃以后 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那么答案呢 也有四类 有些团是如来涅槃以后呢 存在的 第二类呢 就是没有不存在了 然后第三呢 说也存在也不存在 第四类是非有非无无 那所以也有这四种 那么另外第四类呢 就是精神和肉体 到底是统一的还是分别的 是一还是义 是一个个起 一个个起 还是不同的生起 那有些人说是 生命生起和精神呢 是统一的 有些呢 说是分开的 那么当然 还有些呢 也是既是统一的 也是分开的 也有一类呢 说不是一也不是一 也有这四类答案 那么这类呢 他把它解六成十字类 他说是这些问题去探讨下去以后呢 你没完没了 就是要一个人生病了以后 受伤了以后 或者说他就 医生已经给他药了 那么给他这个药呢 他就会说 这个药到底它的配方是什么 如果中药的话 他要知道每一个药草的 每一个药每一方药 它的这些热性寒性 从哪里来的治什么病 或者是如果是化学药品的话 他要知道它的方程是等等 到底对自己有没有用 他去研究这些 哪一个厂生产的 什么牌子的 不会考虑的说这个东西 你现在已经面子单膝了 要去治病 然后去追根问题 问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呢 因为佛教他是求解脱的 所以如果说是我们学佛要是 陷在这些得理的限定里边 陷在这些得理的限定里边 他会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看到 有一类人确实学佛 就会是这个样子 千千纠缠在这些里边 千千纠缠在这些里边 那么纠缠在这里边呢 甚至呢 都想得有点 有点走过恐怖 这个因为这个答案呢 他感觉不像直接 有时候是统一的 有时候是盲动的 这个有时候他还要找到答案了 有时候呢 又好像没找到答案 就是对生死不关心了 对出灵 对解脱 对成佛 对度众生不关心了 对断烦了 不关心了 把所有的精力呢 全部用在这些得理思辨上面 用错了方向 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 这个佛法 它是要我们求处理求解脱的 它的方向呢 一定是指向处理解脱 它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哲学家的 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知识分 大知识家 知道这个知道哪个 你知道那个知道这个 你这是知道而已 知道而已 我们真正要求解脱 要处理 要成佛陀 那一定要去做的 所以这里就是举了一个例子 所以有这样 有这样佛陀 诸世的时期呢 有这种现象出现 都威胁佛陀 你不给我解答这个十四难的问题呢 我不跟你学佛了 我去学其他的了 好 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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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佛 诸世 如果说是在浊世出现的话 浊世出现呢 身边总会有这样各种各样的不如意识 这些佛陀 这里谈到了另外一个佛师时期 一个位比丘弟子 叫居家里比丘 居家里呢 他是提普达多的弟子 我们在前面一直在学习提普达多啊 这是犯五逆重罪的 生生下地狱的 这曾经也是佛的堂弟啊 曾经也都是居住三十项的 这样一位上属弟子 但是由于知见上的邪为 然后呢走偏了 最后呢当生下地狱 那么 齐普达多在离开僧团的时候呢 曾经也是辜货 引诱了其他的五百比丘 跟着他离开了僧团 所以这是佛教史上的破活活生 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破活活生 那么其中他有一位弟子呢 叫居家里 居家里也很聪明啊 并且呢 他这个 这个 在世俗间呢 学看像树 就是像面 这个像得非常准 那么有一次呢 他去卫边去托波的时候呢 这个天快黑了 也快下雨了 那么要过河 那他在河对面 然后呢 远远的看到 看到呢 史利弗和穆建联 这两位宗者 两位宗者呢 又下雨了呢 他也看到了这两个人 然后呢 就进去一个山洞里面 去避雨了 那么第二天 他们签了以后 那么 那么 然后他看到 史利弗和穆建联 离开山洞 然后继续去托波去进行 紧接着不久呢 山洞里面呢 又出来了一位女性 那么这个事情他看了以后呢 他马上就回去 深洞里面说 说史利弗和穆建联呢 犯戒了 昨天晚上呢 他们两个呢 跟一位女性在山洞里面 那当然讲得非常安清 那史利弗和穆建联 这是两位正果的圣人呢 阿罗汉呢 那么佛就告诉居家里啊 他说 他们两位是正果的圣人 见识烦恼都已经断尽了 史利弗和穆建联 他们正果 从小乘法来说 他不入定 这是不具足神通的 他要得神通呢 得他心通 他入定以后才有 就他们在进这个山洞之前 因为天已经快黑了 那个山洞里面 已经有一位女性在里面 那么女性看到 有人进来呢 他一直吓得大气没赶出 所以呢 一个晚上那个山洞比较长 那么史利弗和穆建联 在前面 他的后面一段 那么他只等到 史利弗和穆建联第二天 离开以后呢 然后他才出来 但是居家里就说 史利弗和穆建联定了个山洞 我亲眼所见 第二天他们两个出来以后呢 这个女人又出来了 也是我亲眼所见 他们不犯建 他们不犯建 怎么可能 那么佛说呢 说这个 他们是正国的圣人 佛就这样三次的 对居家里说 说他们不可能犯建 那么居家里就说 我亲眼所见 我亲眼所见 你又没看到 对着佛说 你又没看到 那么肯定他们两个犯建 那么这样 佛三次劝居家里 但是居家里三次都不接受 三次不接受 然后到第三次 佛劝完以后呢 他直接 随手一挥 就从 整个佛的座下 都离开了 不理不睬 非常的没有礼貌 那么然后他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了 回到他的房间 那么这个事情呢 基数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德龙里面 那由于他三磅设立佛墓建篮 两位圣者 佛呢 又三次劝谏 他又不接受 这是 所犯的因果是非常重的 所以当生呢 当下 他身体里面就开始生疮了 所以这个疮生起来 以后呢 刚开始呢 像那个戒子 油菜籽那么大 一点点小黑点 然后慢慢的呢 长得像一个黄豆 慢慢的像一个枣 慢慢的像一个类 那类是什么呢 类是一种苹果的一种 类子 像苹果那么大 然后呢 最后呢 甚至呢 最后变得像一个西瓜那么大 一个窗突然变得那么大 然后这个一向都困难到全身 这个 他身体感觉的像火烧一样 在炙热的地狱里面 还叫唤不起 所以那天晚上呢 就死亡了 所以死亡以后呢 直接堕入到大莲花地狱 所以大家看这个大莲花地狱 不知道 以为这个极乐世界又有大莲花 我们是莲花化身了 那地狱里面也有大莲花了 你看这个 谈八寒地狱 八寒地狱 青莲花 红莲花 谈什么呢 就是这个身体上 由于过度的寒冷 身体上生那个洞窗 洞窗腐烂了以后呢 一层一层这个肉 一层一层的抛开了 然后里边最嫩的肉呢 那个颜色最鲜艳 就像莲花开的一样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这里谈的是 这个居家里 是这种现象 你看 在我们今天来看 提布达多是佛的弟子 那么居家里呢 都是佛算是土生辈了 竟然对佛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三次的劝诫都不清 最后呢直接呢 随手就走掉了 是这种现象 那么幼如 味道被假如佛众而长 四求佛短 你看居家里当然 你要仔细去分析 就是说平时他们对于舍利佛 和穆尖连都是充满嫉妒的 因为这是佛的两位 重要的杀手弟子 佛一直在重用的杀手弟子 那么他如果说他充满嫉妒的话 他心里面是不服的 居家里 他想着你佛不是说最重用他们吗 你看他们聊个尽情 我亲爷所见他们犯戒了 那你佛还在重用他们 你还佛觉得他们是上路弟子 就是他心里面本身有嫉妒心 本身有这种烦恼的话 他看一切的行为 都是随着他的心意是在转变的 那么其他的这些味道呗 在那个时期 修学其他味道的呢 他假冒成僧人 进入到僧团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做spy了 做卧底了 干嘛呢? 寻求佛短 等着看佛有没有什么差处 看佛有没有什么短处 那这种呢 在那个时期啊 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因为佛陀在古代印度 他所处的那个环境 你看他本身 当他开始传法的时候 他年纪很轻啊 那一直这个过程都是在辩论的过程 大的有六师味道 六个大的派系 那么细分九十六种味道 其他九十六种不同的 这种信仰奇系的学说 那各个呢 主张都不一样 那这有些他折服了 他听到佛陀这些辩论过了 他辩不过 他折服 有些呢 归于佛陀 有些呢 他辩不过 他也不服 这是在那个时期经常出现 辩不过他不服 他还会去诽谤 有些呢 他辩输了以后呢 他是假装假扮 跟佛出家了 表面表里不一 表面上跟着佛出家 心里面还是不服气 还是在等着 要找佛的麻烦 看佛有什么短处 他要能够接短的地方 他能够抓住把柄的 那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佛陀在我们这个世界 硬化的时候所面对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复杂 人性的复杂 所以还有 又如第六千魔 常于佛所做出流浪 佛在成道之前 我们知道 他有一个降魔的过程 这个肯定是在浊世 他有降魔 在进度他没有魔可降 所以他不需要降魔 那么为什么要降魔呢 是因为佛在这个世界硬化 应化呢 他要说法 要建立一个灯塔 要建立一下道路 要让佛一切能够接受他教化的众生呢 借这个灯塔 借这个方向 然后呢 沿着他所叫的道路 要复杂 要处理魔相 处理三界 而三界里边 你我他 我们所有的一切众生 本来都是第六千千主的魔子魔孙 我们是他的成名了 那么如果说佛在这里实现成佛 当他一个一个把这些人度出去以后呢 魔子魔 第六千千魔 他本来这些民众呢 他的population size 人家会越来越少 所以呢 他都很不开心 所以为什么你看佛要成佛之前 他要先以一种雄生恶杀的形象出现了 拿剑来射 拿刀来砍 用猛火来烧 用大水来冲 要干扰佛 让他不要成佛 后来看来硬的不行 那然后呢 又让自己这些美丽妖娆的这些魔女来干扰 用美色来干扰 希望他不要成就 所以目的呢 都是希望佛中自修学 佛道不要成就了 他在魔相里边的魔名就是稳定的 永远在三界里面轮回的 那这个是佛祖师时期啊 那在你看 在佛灭度以后 佛涅排以后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修学 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 做流烂 流是阻拦的意思啊 阻拦什么呢 阻拦我们做善事 阻拦我们做好事 阻拦我们在佛道的修学上面呢 能够持续 他希望呢 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 希望呢 希望呢 以各种各样的干扰 让我们呢 留在三界里面呢 继续的隆门 做他的子民 所以这个在佛世时期 世间呢 世间呢 他有想磨的过程 那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修学了 各种各样的磨赖 是必不可少的 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不修学的话 特别是如果心性里面没有用过功的话 你不会遇到什么这样的磨赖 你会觉得很晕晕乎乎的 感觉还不错 如果是真正的心性上面 那你要洗心革灭 要真正按佛的教导去修学了 各种各样的障碍肯定会出现 当然 这些障碍如果说是我们能够突破的话 那么我们的修学 我们的境界 我们的心性更加坚定 我们的修学 那么是提升层次 那么如果说这些障碍我们都突破的话 那么我们就倒下来 所以菩萨道的修学 因为在修学过程中 很多发现了很多 但是最后成就的九牛一毛 非常非常的稀少 那就是因为什么呢 干扰太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 这个世界上的干扰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多 各种各样的信息的干扰 各种各样人事的干扰 各种各样的 如果说是我们不修学很好 那稍微精进运用工 甚至我们身边的人都会干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专注 专注 能够把我们的心搬住在道上 想想我们出发心 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那不管任何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每天都要回顾这个 我们发现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牢记我们这个初心 祖师大德一直说 只要我们初心不退 成佛有余 而我们大多数 你看为什么在修学过程中 丧失信心了 回头丧气了 或者是觉得说修不下去了 都是由于这个初发心忘记 那所以我们有些 有些时候你看有些同修 驾车这个走一条路 这个走说的路呢 走错了走错了以后呢 然后你要开远了以后 很难开回去 那当然现在是有那个GPS 有导航 那以前他怎么办 他回到他那个地方 回到他出发的点 从头站里再走一遍 然后呢就走对了 那我们一般也是这样 学佛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问题 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的时候 回过头来 重新来思考 重新来发现 那我们学佛到底是为什么 把这个问题啊 把这个信念 一直灌注在我们心里面 放在我们心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 什么困难不能解决的 好 我们看后面 说有如是等种种不恭敬下 事故愿言 事我成佛千人大众恭敬无倦 所以但言千人者净土无与人 即八不毁神故也 事故愿千人丈夫众 恭敬绕展养 那么这里呢 这个谭伦大师呢 就举了在他方世界有佛罪说法 度众过程中 这样的四种不恭敬像 所以呢 他发愿 他在极乐世界净土成就 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以后呢 身边的千人大众 身边的千人大众 或者说这些千人丈夫众 当然我们这里还是要分清楚 这个千人呢 那不是我们这里千道 人道 而是说他往生前的身份 是千道众生 或者是人道众生 那么千道众生 人道众生 那丈夫众呢 就是本身他已经得不退卷 菩萨未斥了 这样的大众 那么这些千人大众恭敬无倦 这个 这里特别奇出恭敬无倦 就是 从开始的时候 对阿弥陀佛都是充满着恭敬 到极乐世界 刚到极乐世界 梵梅断的时候 刚刚辅助的时候 莲花开放以后呢 对阿弥陀佛充满着恭敬 到他 得法身大士菩萨 得诸位菩萨 得相位菩萨 得行位菩萨 乃至到他 登地菩萨 到八地菩萨 到十地菩萨 到等觉菩萨 依旧 对阿弥陀佛充满恭敬 塔莱大士 为什么这里特别把恭敬无倦 这四个字列出来呢 其实这个也是针对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败态 众生的形象 众生的烦恼 那有些人学佛的时候 那有些人学佛的时候 那有些人学佛是刚开始学一点 刚开始学的时候 出入佛门的时候 心里面很恭敬 很严谨 很谨慎 讲话都小心翼翼 学着学着 学一点以后呢 慢慢地知道的越来越多以后呢 让我慢心越来越高 那这个是这个时代也比较常见的现象呢 那有些人学着学着以后就觉得 我已经很厉害了吧 很厉害了吧 已经懂得很多了吧 那 对于教授自己的善知识呢 或者阿舍黎呢 也根本不当回事情 那所以这是针对我们这个世界 特别是着实的众生了 那么坦梁大师这里提出 这也是阿弥陀佛他的发愿 那在极乐世界绝对不会有这种现象 那么这里说 谈亲人 谈亲人 谈丈夫众 是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没有八不鬼神 那这个 我们在每次读佛经的时候 读到最后 总是看到这个 当时佛说完法以后呢 然后呢 这些阿修罗啦 那些阿弥陈啦 阿弥陈啦 那这些阿弥陈啦 阿弥陈啦 那这些阿弥陈啦 那这些阿弥陈啦 都基手佐礼 那这些阿弥陈啦 然后呢 一教奋行 佐礼二去 总是谈到有这些八部鬼神 那么八部鬼神 一般我们叫千龙八部 因为有千和龙 在八部鬼神中间 他的神宴是最殊胜的 所以以这种 本身他们都是做敏印做护法的 我们人的眼睛一般看不到 那么以这种 是告诉我们着实力别才有八部鬼神 我们这个世界 释迦世宗说法 我们看佛见的最后 总会有这些出现 阿弥陀佛没有这些 极乐世界没有这些 极乐世界那方清净的刹土 那是佛的果报图 真正的净土 从一的菩萨 从一的大成根性 这也不需要八部鬼神 这些来扶持 那么所以 最后总结千人 丈夫众恭敬 遥赞养 这个谈到这个 释迦世宗在我们这个世界 你看谈到 他所经历的 他所经历的一般 我们也在谈佛的这个世界 视线成佛之后 也有十种磨难 这个他所经历的 像这个宋托丽女 她放火 这个她放火 这个她回了 活的孩子 还有 还有这个关节痛 背痛 这个 还有背这个 很长的 这个木桥 刺穿脚背 被味道 这个桶山上推石头下来 把脚砸出去 还有这个 战者女 也是 诬陷 诽谤 诽谤佛 生命八方佛 乃至于佛的这个世界的 四线的六年苦行 六年苦行等等 这些都是 在这个世界出现 出现的 着实实现的佛 他们在修修过程中 所四线的 要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磨难 最终才能够成就不到 但是这种经历 我们知道 对于心性坚定的 信仰坚定的 意志刚强的 菩萨到的学学上面 能够保持菩提心不退的 那么他们能够做得到 能够冲破这些障碍 但是对于一般的众生来说 一般的众生来说 如果说你看在这个学学过程中 像遇到这样万样的事情 特别是 特别是如果说佛的教化 这些弟子当中 有像提伯达多 有像居家里这样 自己的学生 甚至自己的像提伯达多 自己的堂弟出面了 来反对自己 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 你看 当学生在反对他的时候 老师最受不了 如果不相干的人 他无所谓 所以阿弥陀佛方愿 在极乐世界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么一切的众生 在极乐世界 都会非常恭敬 非常 非常都是依照佛的教诲 能够围绕在他的身边 绕往我们台湖的印度 最殊胜的礼仪 就是绕佛 绕佛 三圈或者七圈 然后在头面顶礼 五起头地 顶礼 以这种形式来表示对佛的恭敬 那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谈到 对于佛的恭敬 对于法师的恭敬 佛在正恭敬经里边谈到 当阿赖问有号要佛法的善男子善女人 怎样去恭敬法 恭敬所所说的话 恭敬法师的时候 佛都说 好了 签字签字签字 我们不谈这个话题 为什么不谈这个话题 这部经不是很长 不是很长 你看起来也会确实是 我们感觉真是汗流加倍 因为谈到对于法的恭敬 对于法师的恭敬 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是很多人太过缺少的东西 甚至有些出家中 出家以后对于法的恭敬 对于说法的恭敬 都是还是非常简确的 佛在谈到这些经典 谈到对于这些法的恭敬 谈到说法的恭敬 那种 你看那个细节的描述 去请法的时候 你站在蒙卫边 然后敲门 然后如果说是法师在休息 然后等他休息好了以后 然后再说 我小请法 您可不可以 如果说他说 我现在没有空 顶礼恭敬退出 下次再来 一次又一次一次 又一次这样 甚至你看 佛曾经都是 为半句祭 为半句祭 都舍生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由于这些 当然现代科技的方达 对于我们学佛有很多便利 但是这种便利呢 反而造成我们 很多人觉得 这个得了太容易了 我们想想 我们这些以前 这些古大的 求一字半句 求一部佛经 那以前你看 那都是手操的 然后拿到以后 赶紧张旧世界 把它操下来 充满着十二万分的公斤 操经的过程中 非常非常的公斤 灌玉 洗手 焚香 然后呢甚至 对这个佛经 操经的过程中 都不敢呼吸 怎么办呢 拿一个竹筒 把这个自己的呼吸 接到房子位边去 所以你看有些人 为什么他操经过程中 那个所操的经上面 都自然会伤舍利 就有那样的恭敬心 有那样的恭敬心 他才会有功德 有那样的恭敬心 自己才会有获得 所以你看佛罪式时期 也是 有一位女居士 他经常是供养 圣团里边这些法师 他经常是请他们 到他的住所去 然后供养 供养完以后呢 然后请法师说法 那么一般这些都 也都不错 那么他很受用 那么有一次呢 圣团里边 浓到一位年纪比较大的 这一位呢 是智慧上面比较欠缺 所以苦老生 就是他做实地的杂物可以 他不会讲经说 那么但是浓到他了 他没办法 那么去了 去了以后呢 他受完供 然后那女居士就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 眼睛闭起来 然后就准备清诗 清这位法师说法 那么他眼睛闭起来 同时呢 他就思维 四圣地 十二姻缘 八正道 这样呢 渐渐他竟然入境了 那么这位法师一看 正好呢 看着他做得那么自在 自己又不会说法 偷偷地跑掉了 那么他这一入境以后呢 竟然呢 证得了出国阿罗汉 开悟了 那内心非常的欢喜 赶紧到圣坎里面 去找这位老比丘 那么这位老比丘 以为是他吃了人家的供养 然后呢 没味道说法 然后人家找上门来 结果呢 他一看到他 头面顶礼 说感恩是 感恩法师 我竟然 在你这样的摄受之下 我竟然 证得了出国阿罗汉 那这位法师 我都没说一句话 佛就说是 你看这就是真正 他的恭敬的功德 正是由于他 具足这样的恭敬心 他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一切人都是圣人 他看到一切人身上 都是优点 都是闪光点 心里边 那个时候他是无我的 他自有法 如果说是我们 为什么我们看的 有些人 我们会放大人家的缺点 那就是因为 我们内心里面 本身是有烦恼的 这些居家人一样 本身他对舍利 佛穆建年是有嫉妒 不平 本身不服气 自己没有能力啊 他但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 我觉得你佛很看重 这两位上路弟子 好了 今天终于被我逮到了 他们两个犯了错了 大肆宣扬 就是他本身自己 心里边有烦恼有障碍 所以他看到的 都是他人的过失 所以这里通过这四种 这种四种不恭敬像 这种不恭敬像 那么有一弟子的不恭敬 弟子的不恭敬 坐下 坐下这些轻重的不恭敬 度化众生过程中 这些众生的不恭敬 显现出 佛在这个世界 四现他的艰难 他所四现的艰难 所以我们 在有些经典里也看到 佛成佛以后 你看对于一般人来看 他不就是普通的一个 我们今天说的印度人嘛 那样的一个形象 他生不起恭敬 黄面美秀 但是如果说 我们对于 这整个佛四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过程中 那这一切他要四现八下 成到这个过程 这一切的磨难 他四现在印度这些国土 这都是煞费苦心 并且呢 在四现过程中 经历过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障碍 经历过这样各种各样的辩论 佛法才能够在这个世界 生根发芽 所以从思辨上 从哲理上来说 虽然说 佛在前面谈到 这个十四奈德罗其他不回答 但是你要真正要 说服这些哲理思辨 比较强的这一类教授 你还必须要用这些方式的哲服他们 那当然 在哲服这些众生的过程中 佛为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又抛弃 不管 指指不问 就说明 你要去探讨这些问题 它是没有结果的 它是没有结果 你这一辈子去探讨 你永远找不到答案 即使你找到答案了 对你解脱一点意思都没有 一点帮助都没有 好了 你如果说找到了 宇宙是无边还是有边 你说宇宙终于你找到了 宇宙是无边 然后呢 对你处理有帮助吗 没有 所以这是有这样的原因呢 佛陀在这个世界视线 虽然说我们看到 它是以各种各样的辩论的方式 通过了哲服 但是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让我们知道 佛陀真正的目标 在这个视线 是要指引我们解脱的 但指引过程中呢 与众生的根基的差别 对佛的不公经的现象 此起彼佛 到处都有 所以呢 阿弥陀佛这八月 他成就佛道以后 极乐世界成就以后呢 所有得生他国土的千道众生 人道众生 以及这些菩萨众都非常恭敬地围绕在他身边 众心拱跃地围绕在他身边 那么对他的教导 教导言行呢 都能够依教奔心 那生起这样的真正的恭敬以后 他的修道上面 修学上面 所得到的功德 所得到的利用 那是不可思议的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首 有关佛功德的寄宋 天秦菩萨的 认识观佛本愿力 欲无空过者 能令肃满足功德大宝海 天秦菩萨著说 此四句名庄言 不虚作助持功德成就 那么这一首寄宋呢 是对于前面七种功德的 一个总结 那么 这种总结呢 你看依旧还是站在众生本位 什么众生本位呢 就是说 佛成就的这一切功德庄严 佛所具足的 那这大宝莲花座也好 他的生意也好 口业也好 心业也好 大宗也好 弟子也好 等等 那么这一切呢 都是干什么呢 都是为了利益 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以及 对极乐世界产生信心的众生 甚至包括法界一切众生 那依旧是从对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上面来说 说我们去启查 去思维 阿弥陀佛他的本愿力 他本愿力 他发起这样的大愿 他成就这样的大愿 所以呢 这样大愿是充满着力量的 对于我们是能够产生真正的利益的 让每一个 让每一个遇到阿弥陀佛的人 那这里说遇到阿弥陀佛 也是亲吻到佛的名号 也是亲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名字 亲吻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那来自亲吻到观音菩萨大师之菩萨 这些名号 这一切的众生 那亲吻到正报的名字 依报的名字 环境的名字 不会有一个会空过 会错过 什么空过错过呢 就是阿弥陀佛经里面所说的 以愿以生 今愿今生 当愿当生 那只要能够亲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亲到极乐世界的名号 亲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亲到极乐世界的一切的一报章言 当下能够生起信心 当下这一生能亡生 那么这一生亲吻到名号 善根盘不是很具足的 但是已经中了阴 以后会发起求神经徒之心 那么过去已经生起信心的 已经到了极乐世界 那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能够能够令宿满足 能够让得生极乐国土的一切众生 快速地满足功德大宝海 功德大宝海 这是谈 用海来比喻 海里边含藏着无量的珍宝 我们一切众生的自信当中 也含藏着无量的功德宝藏 那么让我们满足功德大宝海 就是显发我们自信的功德 快速地显发我们自信的全部功用 那其实幻影这种说法是什么呢 让每一个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 快速成佛 那就是能够速满足功德大宝海 那么这一句 坎梁大师说 这是庄严不续做助持功的成就 在前面学习一棒庄严的时候 我们已经学习过 谈到阿弥陀佛 正觉阿弥陀 法王善助持 住是恒长的意思 恒久的意思 持乱保持持守 恒长是说明极乐世界的恒长 永恒在 说明阿弥陀佛的恒长 永恒常住 持保持什么呢 保持功德不善失 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修集功德 我们累积功德 但是同时呢 我们有怀劳 一念趁先起火烧功德里 好不容易既然借了一点功德 趁恒心一起 基督心一起 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 保持不住 那所以就是一个桶啊 它有一个洞 两个洞 三个洞 或者洞很多 你装水 装满了 但是呢 很快地漏掉 极乐世界呢 正是由于有阿弥陀佛做助持 非常善巧地 方便地 用它的大智慧 大慈悲 用它的神通德能 用它的本约力助持 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功德 都不善失 你看不善失 这个很重要 就像你在银行里边 你从前 你从个一百块 但是你如果善失的话 你很快一百块花掉了 甚至呢 你透支了 幸运卡的透支了 一百块 甚至花掉了两百块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状 但是极乐世界呢 你从一百块 就是一百块 今天一百块 明天再从一百块 就变成两百块 后天呢 再从一百块 变成三百块 它越从越多 越从越多 越积越多 功德越积越多 不会善失 这也是极乐世界 为什么叫 异形道的特色 我们在网上 能够做的开篇 谈论大师就谈到 说蓝形道 是因为 你要在这个世界 那是五着恶事 是无佛注视 你要想以自力 能够断除烦恼 断除习气 要处理三界 要承接佛道 那太难太难了 那么一行道呢 我们具足信愿 建立信愿 建立和阿弥陀佛的关系 那有这种collection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collection 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以我们的 志诚恳切的信愿 所建立起来 建立了 相信阿弥陀佛的信心 求生净土的信愿 愿离娑婆的信愿 这样的愿力 愿离娑婆的愿力 与我们求生净土愿离 一个是愿离 一个是心求 在生活当中呢 以降服我们的 现天烦恼作为要物 我们不能说是 我们现在有烦恼 有习气 我们就亲自认知 让它不断地来控制我们 驾驭我们 这样的修行 也是不可以的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烦恼 我们也是要去面对 那一定要去面对 这一次吃亏了 下次我们不能吃亏 通过这样的 不断地尝试 通过这样 在生活中 跌倒了爬起来 勇敢地去面对 解决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冲破一个观刻 那只是一刹那之间而已 从极迷处失灭 则处处醒 这迷惑我们的东西 我们把它识破了 冲过去了 然后呢 眼前看一切都是一片光明 突然之间清醒了 大觉悟 如果说 因为迷惑我们的东西 我们一直被它所迷惑 一次又一次地被迷在里面 麻烦就很大了 那就是神子一次又一次被 同样的错误 一次又一次在犯 神子呢 一次又一次在保 何日才能够处理 所以在生活中 面对这些烦恼习气 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 那么当然 解决我们现前的烦恼习气 我们心性才能够坚固 心性怎么坚固起来的 就是在破除烦恼的过程中 我们心愿才会越来越坚定 我们的自信心才会越来越左 为什么 我们说你看有些修学的 有些这个比求你 这些女众 她显示一种大丈夫的击开 那就说明 她在断烦恼的过程中 她心性越来越坚定 显示出呢 越来越威门 能够面对一切担当一切 能够同理大众 那这就是她修学上 我们所能看得到的 慰罪的形象 就说明她心性的坚定 已经体现在慰罪的形象上 那么如果说是 在这里我们借成佛愿力 变得往生比清净土 借佛的愿力 有了这样的主 信愿 我们借佛的愿力 感通佛的愿力设受 佛力助持 地入大乘正定之聚 在佛力的助持加持之下 得生极乐世界的一切众生 当下都是入大乘正定聚 什么是大乘正定聚呢 大乘正定聚都是阿比拔志菩萨 所以她不需做入持 就是说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以后 最终都是能够成就阿比拔志 最终都是能够开显自己的功德大宝海 最终每个都能够圆满成佛的 好 我们看后面 说佛本何故其此庄严 藉由如来 但以身门为生 无求佛道者 或有执佛 而不免三徒 善心 齐普达多 俱加礼等事业 诱人闻佛名号 发无上道心 欲恶因缘 退入身门 辟之佛地者 所以为什么佛发起这样的一个大愿 让一切遇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亲闻到极乐世界的名字 知道极乐世界的庄严的一切众生 只要知道 亲闻到这些信息 都没有一个通过的 是因为她在因地看到 所以有些佛的座下 藉由如来 但以身门为生 无求佛道者 那座下都是身门弟子 为生宝 没有菩萨生 没有菩萨生 当然就不能成就 圆满就近的佛果 那么身门为生 最终所成就的 都是出离三界的佛果 那他是断尽了见识百老 但是还有无名祸在 那么当然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呢 难道是这种佛的能力不够吗 肯定不是 就说明这是众生更性所现 那佛也是没有办法 或有执佛而不免三脱 有些呢 是遇到了佛 遇到了佛 佛住世的时候 都遇到了佛 甚至呢 都出了家 甚至呢 都曾经位列少首弟子 但是呢 却免不了要剁在三恶道里面 这里呢 举出了三个有名的 善心 提布达多 居家里 提布达多 我们都很熟悉了 居家里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善心 这也是一个有名的 这都叫 非常有名的 这个比丘啊 他曾经在 涅槃经里面的记者呢 涅槃经里面记者是 十教十中没有出家之前呢 有三个太子 善心是其中的一个了 那么出家以后呢 他断欲戒的烦恼 就说是他把欲戒的烦恼 都已经断尽了 然后呢 到了色戒 得第四禅定 就说明修订的功夫 很深了 但后来出现问题是什么呢 亲近恶友 交朋友交错了 所以呢 之间上面产生偏差 那么他所得的禅定呢 也消失了 消失以后呢 心里面非常的不平衡啊 就可以是 棒活 棒法 认为佛说的涅槃是假的 不可能不生不死啊 不生不灭 甚至到最后呢 伏定因果 对佛都生起了 杀害自行 所以这也是三生 躲在无间地狱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个案 山心比丘 齐佛大多 居家里 这三个 这三个呢 都是遇到佛 这佛做下出家 但最后呢 都是躲地狱的三个人 所以诱人闻佛名 发无上道心 欲恶因缘 退入山门 披着佛地者 那么有些呢 也闻到佛的名号 也发无上道心 什么无上道心呢 要成就无上佛道之心 要行菩萨道 广度众生之心 但是遇到恶因缘 这种恶因缘是什么呢 障碍 每个人的障碍不一样 我们谈 业障 业障 业力巨大 人身巨黑 人积虚迷 人障胜道 业障太大太重了 障碍了 他继续在菩萨道的修学上面 继续用功 继续努力 放弃了 成就佛道的信心 放弃了斗法众生的信心 退入到身份彼此佛地 最后呢 自求自了 不求真正的圆满究竟的佛国了 有如是等空过者退没者 这是总结说这几个 这种现象 你看 这是遇到佛又空过的 或者说退心了的 堕落了的 说事故愿言 事我成佛时 执欲我者 皆素计满足无上大宝 事故愿言 观佛本愿力 欲无空过者 能令素满足功德大宝海 助持意义如上 观佛庄严 八种功德 弃之余上 好 那么通过前面这些举例呢 这是在 释迦师中注释的时候 所出现的一些例子 那么潘伦大师呢 特别把它列出来 那么以此呢 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为什么发愿 在他成佛的时候 遇到他的众生 那么这个 执欲我者 我 我 遇到阿弥陀佛 遇到佛的名号 亲吻到极乐世界的名字 亲吻到这两大上手弟子的名字 那这一切的信息呢 只要他能够生起信愿 以身的以往生 今生的今往生 当生的当往生 那么到极乐世界以后呢 皆数计满足无上大宝 都能够愧速的 愧速的 在自己的自信功德海里边挖到宝 但这种挖到宝呢 就是能够把自信功德海的宝藏 全部的照显出来 你看 谈自信功德海的宝藏 就是佛的实力啊 似无畏啊 十八不共法等等 这超越一切圣文 超越一切菩萨的这种殊胜功德 那这些功德 只有到极乐世界以后呢 才能够快速的满足 数计快速的满足 快速的成就 为什么数计 就是因为在极乐世界 每个众生 脸花开腹以后呢 都是入正定居 这没有分断生死 那这没有分断生死啊 一生成就佛道 所以说阿弥陀佛发愿要成就这样的功德 观佛本阅力 欲无空过者 只要遇到的 不会有一个有错过有空过 都能够速令满足 能令速满足 都能够快速的满足 功德大宝 彰显自己的自信功德和那边的一切绑造 最终呢 都能成就 无上大宝 就是最终都能成佛的意思 所以住持一如上 这里谈住持和前面 前面谈一棒庄严那边 这些住持的意义呢 是前面已经谈过了 这里呢 这一部复述了 那么最后呢 说观佛庄严八种功德 那么佛功德的八种殊胜不可思议呢 在这里呢 就把它全部输说完毕了 当然 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 远远是不值这八种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清楚 但是这里呢 他则是举了这样一些显著的 典型的这些殊胜功德了 让我们更加深取 对于极乐世界的信心 深取对极乐世界的向往之心 深取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净土的 这仰慕之心 深取对阿弥陀佛的恭敬之心 那么当然 深取对阿弥陀佛的恭敬之心 敬仰之心 闺蜜之心 我们也要深取对释迦世宗 他的闺蜜之心 感恩之心 敬仰之心 没有释迦世宗 他的诉说的话 我们依旧不知道有阿弥陀佛 不知道有极乐世界 好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好 大家一起来回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敬处 上报四重恩 相机三处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福气心 尽此必报神 同生极乐佛 我们下期再见